传承并推广传统工艺 苗栗仙政府暑期办理发芽木雕小小兵创作营 为期一个礼拜的课程 培养学生艺术感知 拿起雕刻刀 完成独一无二的木雕创作 展现想象力 也为木雕产业注入新动力 到底是蘑菇还是精灵 又或者是超人呢 其实这些创作的灵感 来自于大树 也象征着三亿木雕博物馆的精神 推广传统工艺 成小扎根 苗栗县政府推动 木雕传统技艺养根计划 为学童开办发芽 木雕小小兵创作营 那八天的时间 我们招募到十二个学生 那基本上十二个学生 他是在学校有做基础的训练之后 然后由他们报名来木雕馆来研习 那这八天里面 今年的方式就比较特殊 就是我们今年是 有加入了说故事 像由学生去创作他的人物 然后融入到我们木雕馆的 那个张树爷爷的故事里面 由他们来完成的作品 然后由他们来参与演 那个画剧的演员 这些作品是学员八天来的学习成果 还有一个很有趣的主题 柯柯科目Talk人 全由孩子们发想完成 我们这次文化部来考核的时候 那考核委员也对我们这次的课程 相当的满意 觉得说这个是由学生自己去构思 然后由老师协助他们去完成的一个作品 然后让学生能够有参与 让那个教育更能够融入他们的印象里面去 其实我们木雕扎根的活动已经办了第五年 那每年老师都会构思不一样的做法 那让学生反应的状况来修正他们的课程 从认识木雕动手创作 让孩子乐在其中 去年以导览为主周 今年以故事创作为主题 让每一年的小小兵都有大大的收获 希望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明镜与点点栏目